平等无师的世尊 有一天 世尊和弟子阿南一起到镇上托波 托波是指拿着波接受人们奉献的食物与生活必需品 怎么样 动不了了吧 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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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 又坏了 给我那个吃吗 动不了了 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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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得到好东西了 这个就涂在我房间的墙上吧 是 刚才还差点骂了他们 世尊 这是他们诚心送的 他们能这样 我很高兴 差点做错事 有状态 真的 有状态 真的 这什么味道 尼奇 尼奇来了 来的人是尼奇 他是当时印度奴隶身份中最低的一级 他的工作是把街上的大小便捡去丢掉 这是出生就已经决定的了 没有办法改变的工作 有没有办法改变的 忍住 这里是我们游戏的地方 好臭的味道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可是不经过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到大家的家里去 怎么办法改变的事 我的宝物给花儿都臭掉了 就是吗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 求求你们让我过去吧 求求你们让我去 不许 到别个地方去 请你们住手 走开 住手 你们这些小孩在做什么 我没有关系 世尊 这怎么办 你起 你去哪里 真是对不起 世尊 请你不要过来 你的身子会脏的 把你的担子放下 过来我这里 你以前不是常说想要听我说法吗 我是说过 可是 我说给你听 可是像我这么肮脏的身份 我 我的法有如流水 什么人都可以喝 什么人都可以听 世尊 您说的都是真的 孩子们 到这儿来坐着 小心 那位叔叔想骂我们 我不是要骂人 我只是想说故事 他说要说故事 不可能了 笨蛋 我们可不听人家说教的 你们放心 大部分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巴拉达 对 那么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深山里头有只蛇 它的身体像人一样粗 长的可以从这栋房子连到那栋房子的大蛇 这条蛇的头在前面 它的尾巴在后面 然而有一天 尾巴开始对头抱怨了 阿桃 什么事 阿伟 今天我不想跟在你后头了 真是的 我要走在前面 别傻了 以前一直是我在前面 你就乖乖跟在后面 你能走你就走走看好了 怎么样 走不动了吧 我输了 你走前面 你走前面吧 我走了 要去哪里 你问我 我问谁 好痛 你要去哪里 我说就走 那边危险 我早说过危险的 眼睛看不见的尾巴呆领着头掉入了燃烧的火洞被烧死了 你知道吗 蛇的头是我 蛇尾巴就是你们 我们 不错 我以看透事物道理的智慧之眼想要教导你们 可是你们没有智慧之眼 而且还不听我的教导 他说我们是尾巴 是没有智慧的尾巴 太过分了 叔叔 你把人当傻瓜了是不是 你们生气了 跟故事里动不动就生气的鲁莽青年一样 那是什么故事呢 在某一个镇上住着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经过一间房子 听到里面的人谈到自己 那个年轻人是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太暴躁 什么 而且他非常的鲁莽 你说什么 我何时生气了 我何时鲁莽了 你说 现在不是生气了吧 你刚才不是揍我了吗 刚才 对不起 巴拉达 你想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让大家笑吗 我知道了 就尽量的听吧 江达 怎么样了巴卡 我可不要 不逼人说教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已经懂了 我干嘛去听他说教 巴卡 听你现在说的 你好像认为自己很聪明 是不是 难道我不可以认为自己很聪明吗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正好有一个像你这样认为没有人比自己更聪明的旅人 这个旅游者搭上了船想要渡过大河 这糟了 我好想请船夫帮我捡 可是他好像很忙的样子 对了 就这样子 可想像我这么聪明吗 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没有 那是我贵重的银器 你再仔细找找 真的在这里吗 当然了 掉下去的时候我在这里做了记号 你看清楚没有 在这 记号 什么时候做的 在过河的中央的时候 客人 船随时都在动 在动 在河的中央掉下去的东西自然会沉在河底了 在船上做记号也不会跟着记号走的 说得也是 看起来好像很聪明 事实上却很笨 人们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 大家一开始都是愚蠢的 所以必须要找好老师学习 是 尊师说必须要学习 对的 那我才不要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亚沙头脑不太好 我等到长大以后头脑聪明了再来学好不好 那样的话就来不及了 会跟想收集牛奶的愚笨人一样 有一天 这个愚笨的人想要招待几个客人 打算挤牛奶请他们 我要这样不够 把每天挤的奶收集起来 再请客人来吧 可是这样牛奶会酸掉了 真是上眼睛 对了 就暂时不要挤 每天存在牛的肚子里面 这样奶就不会酸掉 对 就这么做好了 我真聪明 不可以喝 快过来 从那天开始 这个笨人每天都不挤牛奶 也不让小牛喝奶 过了一个月之后 谢谢大家光临寒舍 请大家等一下 我马上把刚刚挤的牛奶送来 让大家喝个够 牛奶一定是积了很多了 这次就看你的了 奇怪了 怎么一滴都没有 怎么搞的 快点出来 快点出来 怎么会这样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来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愚笨的人因为不挤乳牛的奶 也不让小牛去喝奶 在这段期间乳牛的奶就干了 如果你们不趁现在有心赶快学习 以后就会像这个愚人一样欲哭无泪 是 我马上学习 真善变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学习 就可以马上变聪明了吗 是真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 好无聊 那我不学了 那我也不学了 智慧是靠持之以恒的学习得来的 像一夜之间变聪明的人 就像直接建三楼房子的有钱人一样 有一天 那个有钱人在街上看到一栋气派的三楼房子 好棒啊 我也要建一栋三楼的房子 公投 老板 你在干什么 我照老板说的在建三楼的房子 老板 这不是一楼吗 就是要先建一楼 然后在一楼上面建二楼 最后才盖三楼 谁叫你建一楼二楼的呢 我只要三楼就可以了 老板 这不可能 我性子急得很 别要啰嗦了 快给我建三楼的房子 快点 我建 建了就可以了吧 老板建好了 这样就好了 可是公投 我要怎么上去 老板爬柱子上去 什么 爬柱子 没有一楼二楼 只好这样了 老板请吧 请 公投 把我推上去 你爱后果我可不负责啊 老板 真是累死我了 所以我说嘛 这我不负责 我不负责 我负责 知道了吗 江达 尼莎卡 要变聪明必须要持之以行的努力 没办法 只有努力了 我也是 这个我最会努力了 这个倒是雅莎的专长 好了 现在大家有学习的心了吗 我是释迦族人 姓渠坛 是释迦 我有听过 就是嘛 我就知道是他 你少捧你自己了 好臭盖 我一直想除去人们愚蠢的迷惑跟痛苦 想尽办法引导人们到贤惠清净的佛境地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需要漫长的忍耐 所以不可以明天学习 现在就要开始 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着手 今天我只想要你们了解一件事 停止一件愚蠢的行为 愚蠢的行为 就是像刚才你们欺负尼奇那样的行为 我问你们 刚才为什么要欺负尼奇呢 住手 不要丢死他 回到别的地方去 来 说说看 为什么要欺负他 那是因为 那是他很臭 他很脏 对 他又臭又脏的 这是因为尼奇他要负责清除污物的关系 你们之中难道有任何人不制造污物的吗 你们有自己清理的吗 那么你们想想看 是谁替你们清理的呢 尼奇叔叔 尼奇叔叔 是 是他 也就是说 你们都受到尼奇的帮助 你们不但不知道感谢还欺负他 这就叫忘恩负义 对了 某个国家有一个叫忘恩负义的商人 有一天 忘恩负义跟同伴乘船出海 突然 海面发生强烈的暴风雨 船成了 像山崖似的巨浪几乎要吞没他们 飘流在海上的商人们 得到了一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海龟救助 这是 这是海龟 海龟在救我们的 海龟 山崖似的 海龟 是它 它是海岛 它没有岛 海龟把商人运到了岛上 暴风雨也停了 吃饭了 得救是很好 可是岛上没有甜肚子的东西 多饿 饿死人了 你们看 睡得真省 把他杀过来吃吧 这太过分了吧 就是他救了我们 怎么可以这样子 太过分了 那你就不要去 在海中没死 死在这里还不是一样是死 这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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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就是吗 别傻了 人是不能心软的 那是什么声音 是下岸朝这边过来了 快逃了 救命 怎么办 救命 救命 忘恩负义三个人大声求救 可是已经没有海龟来救他们了 好了 难道你们想像这几个商人一样被称作忘恩负义吗 我不要 我也是 好了 那么大家就为了刚才的行为向尼奇道歉 快向他道歉 这怎么可以 我可担当不起尼奇 我才不要呢 尼奇是奴隶 而且他的等级是最低一级的了 我绝不会向他低头的 不可能 巴卡 你错了 不 巴卡少爷他说的对 我是镇上出身最低的 而且做的是又丑又脏的工作 被人家讨厌 那也是应该的 他们会欺负我 他们不在意的 尼奇 你的想法也错了 人不因出身而尊贵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人本来就没有差别 造成差别的就是巴卡你的自以为是 你认为只有自己聪明伟大 可是却深深刺伤了尼奇的心 这件事一定会危害到你自己 就像是双头鸟一样 就像是双头鸟一样 那是我的 你真是不要脸 真是 你不要欺人太甚 每次都把好的抢走了 你太过分了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臭头在一起了 你给我滚开 不可能 我不能够再忍受你了 快点滚开 快 你叫我怎么滚 好 先拿吃上面的毒果子 叫它吃吃苦头 是我错了 我们和好 上面最好的果子让给你 是吗 不好意思 看着好了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我叫你痛死 为了要报复另一个头 最后也害到了自己 两个头共有一个身体 可是却忘记自己是处于同一条船上 世上的所有生命息息相关 连结成一个大的生命 我跟旁边的阿南 你们每一个人 巴卡 还有尼奇 大家都是同一个生命的兄弟 所以 我们应该互相尊重 和平相处 不可以自以为是 伤害别人 歧视别人 还有尼奇 是 您做什么 请您放开 我这么卑贱的手 不可以看清自己 我很脏 一点也不脏 这双手做的工作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你清除人们家里的不敬 我则清除人们内心的不敬 在我的看法 这两件事同样是高贵的工作 尼奇 你跟我是一样的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站起来吧 是 孩子们 你们知道了吗 是 是 知道了 巴卡 你呢 我错了 我认错 好极了 现在你应该先向尼奇道歉 对不起 尼奇 没关系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欺负你的 对啊 我也错了 谢谢你 谢谢你替我们清洒 谢谢你 叔叔 谢谢你 没什么 我也要谢谢你们 谢谢 师尊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不必道谢了 这是我的工作 你的大恩 我是永生难忘 以后再见吧 想听我说法的时候 欢迎随时到京社来 我一定会去的 师尊 孩子们 再见了 师家叔叔再见 再见 师家叔叔再见 这是多宝贵的一段说法 师尊 我也从中会议相当的多 这该感谢那些孩子 是 再见 再见 那些孩子永远记得师尊的这段说法 而尼奇再后来也成为了师尊的弟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